《祭善之家必有宜庆》 这一段只要再讲宜公至义 他就是《祭善之家必有宜庆》 我们看到法师的开始 第一 在佛经上讲转身受身 我们中国人讲驼胎 到哪里去投胎自在呢 可以自己选择呢 自己投胎可以选择吗 只有觉悟的人才可以选择 凡夫是不能够选择 凡夫是怎么样 凡夫是人生是仇业而来的 英光大师说 他是随夜流转的 迷惑的人他是随着夜历 他是随夜流转 真正心地亲近 他不是随夜流转 他到人间来投胎 会看他看什么 他在看的时候不是看这个父母 是不是有地位有财务 他不看这个 菩萨蛋来投胎 他不是看这个 他看什么 他看这个父母祖宗 也没有积德 他看这个 这个家也没有积德 再往上看 他们家的祖先积德 有多少代 有很多代积德 那么老和尚说 这个五代以上有积德的话 这个家会出圣人 老和尚说这不容易 要五代都积德不容易 但是菩萨来这个人间 视线 他可以选择 所以灵性会看 我们迷的话叫灵魂 物的话叫灵性 第二点 孔老夫子的父亲 他的老业父 把他的女儿 要嫁给孔老夫子的父亲的时候 实在讲 孔子的父亲在当时 也是挺可怜的 没有地位 是个平民 也没有财富 生活非常捷迹 那孔子的父亲的老业父 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他呢 因为他的老业父 看到孔老夫子的父亲 他们家的祖宗五代得积德 所以他老业父就跟他说了 你们的家决定会出轮彩 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了 生了孔子 虽然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作为 可是你看后世尊宏孔子为万世世表 最终为中国第一个大圣人 就是孔子 父母生他 人家看出来 这个家后代有好人 所以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习以公至义大兴四马之门 其实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企划 虽然这是一个古代的故事 西汉的故事 前汉的故事 可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学 尤其是你现在担任官子的 你当省长也好 你当市长也好 你当一个科长也好 当一个局长也好 你应该学习以公至义大兴四马之门 这样我们研讨文章第一次印尊广应节路 就使用老祖宗的智慧 这样就对了 所以老法师说 祖宗积德很重要 那讲诗教话 我们现在将来都会变成人家的祖宗 以我这个年纪你们也都有耳生 那你将来也会当人家的祖宗 那你要不要积德 祖宗积德很重要 祖宗也没有积德 要从哪里开始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第三点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父母一生当中也没有积德 老和尚说以他自己来说 以他自己来说 老和尚认为他的父母并没有积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家生在泛滥之中 在民国的时候 他的父亲母亲大概出生的时代 是清朝宣统末年 那时候是战乱了 他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清朝就亡国了 这时候 社会就动乱了 早年的时候 老和尚说他也不知道 到抗战的时候 他就完全明白了 当时抗战的时候 老和尚才十一岁 老和尚说 父母一生当中 今天老和尚说 他读到圣贤书才知道 没有积德 所以老和尚说 他这一生受苦是应该的 因为祖宗没有积德 但是后来老和尚 有听他父亲的同学 因为他父亲过世的很早 家里一些事情老和尚不知道 还有一些老朋友 老同学在台湾 他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 那时候每年老和尚都会去看他们 向他们老人家请教 特别问老和尚他们的祖父辈 那一代的事情 他父亲的同学就跟他说了 说老法尚的祖父呢 他们认识 他说呢 老法尚的祖父是个好人 也做过官 而且是清官 再往上面信呢 相信有积德一些德 为什么呢 老和尚说他这一生才会遇到佛法 如果他们的祖先没有积德 老和尚说他这一世没有办法遇到佛法 而且还献出家 献出家相 做人天师呢 他会遇到善知识呢 遇到荒东美教授 遇到张家大师 遇到李炳人老师 这表示什么 他们祖先有积德啊 他才有这个因言 好因言啊 这是善缘啊 而且是遇到大善之事啊 所以老法尚说 他父亲因为生已战乱 可能没有积德 但是他的祖父辈的 有当清官 有积了一些德 他说如果 他这一生老上说 他如果没有遇到佛法 那么他这一生一定很苦 来生更苦 第四点 老法尚说 遇到这些老师教导我们 老上说我们明白了 觉悟了 把四真相搞清楚了 苦从哪里来 苦从迷来 他知道怎么去做人啊 是云了环先生啊 怎么去做事啊 往后就无量光明了 所以处在这个乱世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伐呢 老法尚说 要把圣贤教诲 从自己的身上做出来给人家看 把圣贤教诲从自己身上做出来 也就是说你要去落实圣贤教诲 从自己身上做一个示范给人家看 要深行圣贤教 大家看了才会相信 才会认真的学习 所以我们讲到所谓的受生自在的时候 就是你来世都还会投生嘛 还会受生嘛 那你来世头顺的时候 能不能够自在呢 叫受生自在呢 受生自在 只有菩萨才可以做得到 一般菩萨以下没有办法 老和尚说阿罗汉 按照经典上的说法 阿罗汉经上讲都还有隔音之谜 但是阿罗汉他会选择 为什么 因为阿罗汉已经破见识货了 他我直破了 他再来的时候 阿罗汉他是有能力选择的 他有能力可以选择 可是选择之后一出生就迷了 一切都要从头来 一切都要从头来 要从头写起 只有菩萨入胎 出胎 他不会弥后 因为为什么 因为菩萨没有隔音之谜 菩萨他受生自在 那这个菩萨就不是普通的菩萨 这个菩萨最少也要法生大事 破根本无名的 他练不退 对啊 他可以承愿再来 所以朱恩士菩萨 印光大师说 他是承本念人到人间的视线 所以才能够成就安世全书 这一本因果记住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引用老法师的开示 祭善之家必有一庆 来做一个总结 怎么样为后代主生 祭功累得 那就是我们按照老祖宗教我们的 祭善之家必有一庆 祭佩萨之家必有一庆 来做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结束 共勉